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火的是一列从金钟往前弯方向的列车 由于事发当时是晚间7点 车厢内满满都是人 情况相当紧张 根据先前消息 列车起火是因为有人打算在车厢内纵火 尽管被制止 但应有毅然火烧起来 引发这起大火 纵火前半为一名60岁的张庆男子 疑似有家庭问题 而且有犯案前科 事故发生后 尖沙嘴站紧急广播 要所有乘客赶快离开 该路线列车班次也大受影响 目前火势已经扑灭 但所有来回全弯线的列车 都暂时不停靠尖沙嘴站 截至发稿前 伤者已经增加到18人 其中一名名为男子 就是纵火先犯 另外也有一名台湾游客 不幸被波及 脸部及四肢烧伤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 大陆中心综合外电报道